小洛哥哥 你怎么来了呀 你来之前都不给我说一下呀 那前段时间不是出差去了吗 然后好久没来看你了 这两天回来了过后 然后说第一时间来看一下你 你最近怎么样吗 我最近过得挺好的呀 你看我妈不是走了吗 她给我留了这些专家 然后我想怎么明天赶集 然后今天挖点土豆 明天拿下去卖了 换点钱做家里的补贴 挺好的呀 这么勤快呀 我一直都很勤快的好不好 那前段时间你不是还很调皮吗 那是因为 哎呀别说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来我帮你干吧 哎呀不用不用小洛哥哥 这也没有多少活了 我自己干就行了 你在那里等我一下吧 好吧 行没事的我帮你干吧 哎呀当哥哥的怎么可能 让妹妹自己去干了 我们一起干行不行啊 不用不用 那会把你衣服弄脏了 你就站在那旁边等我一下就行了 没有多 你看没有多少了 没事剪完就可以了 没事了我们一起干吧 来吧 来吧 谢谢你啊小洛哥哥 说这也行对不对 哥们狼狼的 我叫你在旁边等我 你也不等我 没事 来 谢谢 谢谢 走吧小洛哥哥 来我来帮你背吧 不用你帮我提一下就行了 这么重的呀 我来帮你背吧 不用我自己能背 帮我提一下嘛快点 我当哥哥的怎么可以不帮你背呢 对不对 这也没啥呀 这也没有多做 我自己就不会回去了 如果真的很重的话 我肯定早就叫你背了 你帮我提一下 回去背 行吧 走吧 走吧 累不累 还好 你休息一会吧 那你休息一下吧 好 你挺累的 对了 你怎么想到突然被这个东西去卖了 是这样的小洛哥哥 前段时间我外婆的身体不好 然后我就去跟我的邻居他们借了2000块钱 然后带我的外婆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 然后我也答应了我邻居他们 把这个土豆拿去卖了 就把钱还给他们 我走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有什么困难你要找我 找了 你不当我是你哥哥了 不是的小洛哥哥 我不可能什么事都找你吧 对不对 那你怎么遇到困难不跟我讲 不是不跟你讲 你看我留了那么多农产品 我把这些拿去卖了就可以了呀 我还是不是你哥哥了 不是的 既然我是你哥哥 那你遇到困难应该跟我讲 对不对 假如我以后遇到困难 你肯定也会帮我的 对不对 我肯定会帮你的小女哥哥 那不就对了吗 对不对 现在你也困难了 对不对 然后我知道你这个女孩子非常要钱 你爸爸也不管你 但是 你 但是毕竟你是个女孩子 你是不是 没事的小洛哥哥 我不累的 这也没有什么多少样 哎呀 这个你需要钱以后就跟我说 行不行 哥哥有钱 不就是 不就是2000块钱吗 到时候我给你就行了 好吧 我不想要你的钱 我也知道你有钱 我不想拿你的 我不是 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的要的话 我就给你 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我就算借给你了 到时候我进3000块钱给你嘛 然后你拿2000块钱给你 给你家邻居 然后还有一千块钱 你给你的外婆买点营养品 让她早一点回复 行不行 可是小洛哥哥哥我 好了别说了 这个东西我就要借给你的了 等你有钱的时候你再还给我嘛 这不一样吗 嗯 那到时候我一定会还你的 你到时候你一定要啊 好 你到时候你这土豆 你就明天就不要 回到地上去卖了 然后你留在家里自己吃吧 行不行 好 以后知道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知道吧 嗯 平时很少回来 好吧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好我知道了 行 走吧回家吧 走吧 慢点啊 好走吧 那坊 在整整oloんだ 那坊 我 seinen前头 行 宝杯 突然